回收的抱紙都可以蓋房子的 那么这个花盆一定没有问题 于是用回收的睡纸做了这个纸浆水泥盆 一般的水泥盆用的是水泥加细砂 而这个纸花盆用的是水泥加纸浆 它们最大的不同是重量轻很多 首先睡纸先泡水一到两天 准备一个饮料盒当内蒙 再裁切保粒绒板制作外蒙 外蒙要比饮料盒大一点 捏外蒙套在一起中间要有一公分的空隙 外蒙的里面连上小竹签 做一个简单的造型 再用胶水连成四方体 胶带加强固定 外蒙的底部连上一两粒保粒绒颗粒当排水口 泡过水的碎纸 放入调理机打成纸浆 滤掉多余的水 水泥跟纸浆的比例是1比1 水泥分次加入纸浆中搅拌均匀 先倒一些到外蒙中 再放入内蒙 压到底 内蒙放入重物 让底部能贴在保粒绒颗粒上 再把泥浆加入内外蒙中间的空隙 用竹圈搓一下 让泥浆分布均匀 再加满 轻拍让空气冒出表面 整平后放置戴干 三天后拆磨 第一次实做就成功了 除了轻一点之外 感觉没有水泥盆那么硬 透气的程度 还有适不适合种多肉 还是要观察 简单上一层白色的水泥沙 就准备来种多肉了 第二个 今天的纸浆水泥盆的做法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